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厂与用户间的桥梁 也是电力系统的大动脉 运送69kV以上的高压电流 由连接全台的书电网络与便电所组成 电力与书电系统的关系 就好像工厂产出了产品 再透过物流的方式 将产品送到各个经销据点贩售 书电线路就扮演着运送跟传输的角色 台电公司负责新建书电线路的单位 是书变电工程处 书工处民国43年成立至今 50多年来进行扩建书电系统工程 提升电压等级 总计已完成超过1.6万回线公里的书电线路 等于可以肉台湾将近15圈 相较于光复初期的2707回线公里 已增加6倍之多 其中最值得回忆的莫过于南北三路345kV超高压主要干线 即横跨中央山脉345kV超高压 加迈冰雪设计的新东西线是电力系统的骨干 让台湾从此进入超高压输电系统时代 当时也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345kV以上超高压输电系统的国家 输电系统的建制让全台电力供给建区完整 但输电线路的设置相对是困难的 台湾地形多为高山峻岭 为避免雨无真地 得顺着地形翻山越岭 寻找适当的设塔地点 克服恶劣的环境建立铁塔 简单而言 设计人员及测量人员实地踏勘及定线测量 以平均一公里约设置三座的原则 选出铁塔架设实际地点 完成定线设计 接着进行塔为地权的交涉 协议 购置 然后同路工作以地质资料 进行基础设计与塔基的试作 台电设计的铁塔基础 都是钢筋混泥土结构的 遇到高山眷岭时 玉瓣混泥土车经常是上不去的 这时就得在现场连接许多钢管 从下方利用放浮车把混泥土打上可能高达几十公尺的地方 然后施工人员在山顶上直接灌浆施作 最困难部分是装塔作业 因为铁塔底部的基础脚缸是预埋在混泥土基座中 每只上面都有一个负责安装索罗斯的同仁 他们听着老师傅的指挥做事 负责稳住架设重心的吊杆 在每根基础脚缸完成第一节主脚材 就会往上升高 这时是最危险的 因为稳住重心的支线必须跟着移动 一个不小心就会有铁塔倒塌的可能 而设备都是笨重的基建 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受伤意外 一整天在六十公尺高的半空中 工作、吃喝拉撒休息全部在上面 直到天黑无法施工才收工 全部人到齐后才一起共享晚餐 这些技高胆大的台电人 靠着坚强的工作信念与团队精神 终能完成一站又一站的全省电力网络图 台电用真诚协力 让台湾亮起来 感谢观看